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国民党台湾市长参选张善政被指控说 他当年在宏击ACER做这个专案报告的时候 涉嫌抄袭 昨天我们看到包括说一公里面这个引用地方 也没有注明 连标点符号都一样 的确看这个报告问题还真的蛮多的 既然传出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 发现到说张善政当时做的报告 有的时期是国民党时期 有的时期是民进党时期 那偏偏民进党时期的报告都没问题 问题都出现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是不是说有关系都比较老板呢 那有大家认识好说话 所以还出现这么多的纸漏呢 另外还有一个 当时有一个评审委员姓林的一个评审委员出面 写文章来声援张善政 结果没有想到文章马上删掉了 是不是他发现到说他可能不方便讲 有没有可能自己因此也可能会有争议 今天很多位来宾来告诉大家 有关于张善政当时在ELSA做这个专案报告 有更多的疑点 过来今天好记者 那看到台北市市顶尔姓林陈时中 他也来登记参选了 声势超旺的 26个议员 包括前副总统陈建仁都来了 那么还有很多妈妈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声援陈时中 黄珊珊也来了 黄珊珊的这个登记参选 有市长柯文哲来陪同 讲话还是马仔 不过来看到这个非常精彩的三卡都 现在民进党的选战打法 是不是需要让这个黄珊珊的声势稍微高一点 高一点之后 他就可以抢到很多奖万安的票 因此这个策略有可能奏效 会不会因此台北市就被民进党给光复呢 过来这两天这个中国很故意 那个无人机特别来到这个吉本的外岛 大胆岛 二胆岛故意来拍照 前几天阿弁国也被骂翻了 看着无人机来 当时可能当时没有了解SOP怎么做 给他带酒头了 这个丢石头的事情 国防部也被骂 阿兵哥也被骂 不过来看到昨天 中国人机又来了 这回阿兵哥马上有SOP 直接开枪把他赶走 不过来看到中国这么的故意 是不是成如法国媒体所说的 其实中国一直准备再次的骑袭台湾 现在被发现到福建外海 有很多的中国的民巡船在集结 针对中国的文攻武嚇 台湾如何面对 今天多位来宾 从右手边开始跟各位介绍 第一位欢迎前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局长 卓冠廷 文耀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政治评论王杰明 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余梅梅 文耀好 大家好 资深梅田陈东豪 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芸之 文耀好大家好 资深梅田邱明玉 大家好 辉音专家徐青皇 文耀好 大家好 张善政的专案报告争议 一早参访桃园观音工业区 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合照却笑不太出来 因为他在担任攻击副总期间 以计划主持人身份 向农委会申请三年研究计划 总研究经费达五千七百万元 被踢爆涉嫌抄袭 而且风暴持续酝酿中 把国外农业电子化最新的进展资讯 栽入他的精华 转给我们国内的农业研究单位来参考 所以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这一点看起来这五千七百多万 就是一个easy money 我不苛求他们用最高标准检查 张善政自己的事情 只要用同样的标准 用当初在讲林之间的论文的标准 来检查他自己就好了 眼见风波越演越烈 张善政也透过脸书贴文 秀出自己在宏基任职的照片 质疑民进党拉台湾本土企业下水 郑云鹏要他别模糊交点 宏基集团是台湾之光 不需要去用这种富士贴上的标案 来获这个利润 那这不是我们在伤害宏基集团 当事人这个案子 有没有对宏基集团的名誉造成损失 这个他要回母公司去交代的 那五千七百万的经费 如果有一块钱掉到我口袋 我就退选 这个钱也是由宏基去出面 去领到公司里面 然后有过半有黑利息 那个都是过去的事情 被实力其底 十三区竞选团队超过半数成员 都涉及违法行为 张善政不敢多谈 当初口口声声谈诚信 如今回力标 似乎也打回自己身上 好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头尾的兄亲 是很有感的 你看这个扛棒 他说张善政 说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你要退选 你要道歉 你还钱来 其实民众这样讲是对的 因为这个钱是建户的钱 还有其实之前 包括林志坚 入门发生的时候 张善政他自己就有出来讲 他说其实那就是诚信的问题 不过就是张善政他自己也讲 他说如果我有拿钱的话 我就退选 其实这是一个所谓的他自己的一个对外的说法 但问题是这整件事情来看 的确有很多的疑点 尤其在今天越来越多 我先讲了 张善政这个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我先回答文耀刚刚第一个问题 你说他这个横跨 很多这个蓝营的开始急着护航 说2007到2009啊 这横跨扁政府跟马政府时期啊 但是我们来看 他确实是横跨三个时期 2007年两千万 2008两千万 然后2009是一千七百万 那问题是今天周刊爆料的 通通都是出现在2008跟2009 2007年的第一期计划 或者是标案的部分 他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的问题 所以今天为什么周刊爆料是2008 2009都是出现在马政府时期啊 这是我必须要讲的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呢 今天张善政他讲的这个 当然是漏洞百出 有四个问题 我先来请教 他说呢 重点是为什么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那他的这个研究计划的这个 我看他的这个标题叫做分析与规划 农业电子化的分析与规划 分析与规划大白话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结论 你给政府农委会 你有什么样的结论 你让政府有这样的这个 达到你的建言啊 你的分析跟规划 我可以做个改善 或是我有实质的一个成果 不是叫 不是像张善政这样讲的 就是叫你去搜集啊 各国的资料啦 查找资料啦 搜集资料跟 跟查找资料 你花到五千七百多万 他应该要给分析跟规划的 对 这个才是我们政府 花的钱之实质 意义之所在 我讲一个大白话 因为这个农业电子化 太复杂了 那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我们这个农民啊 是我们现在买农药啊 都要实名制 因为大家担心说那种农药 你可能会拿去做不好的事情 或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实名制 当时的这个进程啊 也是农委会去委托 去做这个实名制的这样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端出一个实质的牛肉出来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农业电子化 你可以说 比如说农民啦 有施肥啦 除草啦 耕田啊 地籍化啦 或者是说 你有什么交易的买卖啦 交易的平台 这个你可以用APP什么的 你这个就在我们实质化的内容 可是他到底做了什么 张善政现在讲不出来 那我们只能从你这个周刊讲的 我所谓的他2008年 他出在2008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抄袭 洋洋洒洒 这一堆啊 都是两千万 全部都是直接复制贴上 几乎啦 几乎啦 你不能说全部 几乎复制贴上啦 大家就最不能接受的是说 你这个日本的 他有11个子计划吧 你其中一个子计划 什么日本农业 这个挖钩的 他是抄袭农委会的农政与农情啊 农委会的资料拿来贴一贴 你觉得这能接受吗 农委会花钱 然后你去抄农委会的资料 偷用别人的资料 所以这个今天网友马上就做了 这个好好笑 叫善的循环啊 张善政你跟农委会拿标案 然后呢 你抄农委会的文章写报告 最后再跟农委会领钱 善的循环 而且国民党时期真的是太过分 这很过分啊 那当然还有一个进阶版 进阶版是说张善政真够厉害了 国民党的候选人的英雄榜 宜蘭的林芝妙 当然是现在涉嫌贪污被起诉嘛 那徐书华有涉嫌这个论文的抄袭案嘛 那张善政是挤两个人之大臣 就A钱加抄袭 所以这个是网友马上做的一个梗 好有梗 就就是反映一个时事嘛 反映一个时事啊 我要说的是说 今天张善政讲说我们是查找资料 那也没关系 可是问题是说 你今天涉嫌抄袭 你不只抄农委会 商业周刊1043期的报导啊 一共是1240字啊 连这个 标题惊叹号都抄 还没有注明出处 那所以呢 这个农委会的这个资历 不管你说契约也好 或者是说 他的一个管理作业手册也好 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你研发成果啊 或者是你提的报告内容 都不得有抄袭跟票窃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 完全今天都没有对这件事情来说明 上面有想不得抄袭或票窃 对 你看第15条都有讲啊 不准是你的报告或是你研发成果 都不可以有抄袭跟票窃啊 对 那就跟农论文概念是一样的啊 没有错啊 一模一样啊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 他今天完全都避重就轻 他不对这件事情来做回应 那你抄了就抄的嘛 他讲说 还是还是请别人帮他抄的 他就讲说 我们对他不公平啦 他说他的这个什么报告啊 厚厚的有签页啦 大家只讲这些 这些已经够了好不好 你光是一个仔细化 你知道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一点一点都讲哎 可是人家周刊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去查找 你每一个去帮你比对哎 那你确实是真的你就是抄袭啊 这不是抄什么才是抄 对不对 那回过头来 我觉得张善政今天还有一个讲的 他一直要把说自己是什么计划主持人啊 那你看他就是没有担当 他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这个其他的团队 他说他只是计划主持人 他下面有11个子计划 每一个计划都有子计划的主持人 可是问题是你自己本身就是这个计划的总主持人啊 那本来就是你要负责的啊 那你要负责的话 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这个你的计划 就是你的团队什么的 然后再来啊 他讲说宏基 宏基坦白讲也是受害者啊 因为你是宏基当时的副总嘛 你这个案子是你去标的啊 那坦白讲 我认为说如果这件事情 这个抄袭后来真的是属实 那委会的结果出来的话 我觉得宏基 宏基也要来跟张善政求偿 不管是名誉的求偿或者是说未来 你是不是要跟他讨这笔钱啊什么的 我觉得张善政自己本身要负责 他现在故意就是把他跟宏基 因为宏基毕竟是知名的老牌企业嘛 在这个我们台湾社会 国际社会都蛮有信誉的 他好像就想要营造一股风机 就说哦 现在民进党政府跟宏基对干 不是这样的 宏基本身也是受害者好不好 是宏基也应该 如果这件事情 如果农委会做出定案 宏基也应该要来跟张善政来求偿啊 然后再来啦 这个第一时间啊 那个张善政阵营那个林涛啊 我觉得也蛮好笑的 他就是直接去按铃控告 他去控告这个郑文燦 跟控告郑韵鹏 说意图使人不当选 他就说什么郑文燦说什么 他去指控张善政 A国库的钱 A钱 他们故意去取A钱两个字哦 可是我觉得张善政搞不清楚是 今天大家指控的是说 他A国库的钱 从来没有任何人讲说 这个钱是进他私人的口袋 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讲 这么抄袭这么严重 然后你不管是简转帆 英帆中 抄中国期刊 抄香港网站 抄农委会的期刊 你这个这么烂的一个作品 然后5736万 你这不是A国库的钱是什么 我们再说一次 我们从来没有说这个钱进 张善政的私人口袋 从来没有这样讲 你这么烂的作品 去拿5736万 你这不是A国库的钱 什么是A国库的钱 再来林涛说什么意图使人不当选 不好意思 张善政到现在还没登记 他现在还不是正式的候选人 那搞不好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退选 真的吗 他不敢选了 应该不会 他还是说选 他现在还没有登记 什么叫意图使人不当选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朋友 这也蛮有趣的 我最后要讲 你作为一个计划的总主持人 我有去问过这个农委会 他们说这个大概委托案有两种 一个是单纯的研究案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做一些什么 我刚刚讲张善政做这个研究计划 你给政府一些实质的成果 如果你有这种实质的成果拿出来 譬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比如农药实名制这个 那也许你的这个报告内容 你用抄的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毕竟你有实质的东西拿出来 张善政我想请教你 你是这个计划总主持人 拿了5000多万 你到现在你的这个农业电子化的 这件事情 你到底对台湾的贡献是什么 他没办法化成等号 他就讲说他做了这个计划 对台湾的农业电子化 有巨大的贡献 你讲嘛 他讲不出来 至少宏基发了一个声明 可是至少人家宏基还可以讲得出来说 他们对于这个部分 他们有贡献 张善政 你总计划主持人 你农业电子化 你有巨大的贡献 贡献是什么 你可以讲一下吗 今天张善政的讲法是说 不会有任何的一毛钱进他的口袋 那我们要这样讲 确实这个专案里面 不会有任何一毛钱 是进张善政的口袋 废话 因为标案的钱是要进公司的口袋 是进公司的账户 当然不是进张善政的账户 所以这里面要先讲清楚的是 这个是宏基去接的政府的 那个案子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研究案里面 张善政就是挂这个计划的主持人 那换言之计划的主持人 你就要付这个整个计划最后的成败 而对于张善政来讲 这个接的研究计划越多 然后公司的利润越高 那当然相关的人得到的bonus 跟分红会越高 这是简单的道理 所以对张善政来讲 他当然不是从国库里面直接拿到钱 而是宏基从国库里面赚到了这一笔钱 赚到钱之后呢 那张善政就有机会从这笔钱里面拿到奖金 他的逻辑关系是这样子 但这里面的问题在哪里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说 在台湾的跟台湾的这个公部门接触里面 确实大公司是比较好接受 这些研究的委托案子 很多小公司是没有机会的 想想不到啦 他就算不是门神 看到是宏基 大概政府部门也主观上想跟他合作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真正要探究的是什么 是你交出去的这段报告到底有没有问题吗 那个才是事情的本身嘛 我们从头到尾在谈的就是这个事情的本身 交出去的研究案合不合理 好 那回过来看一件事情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研究案要讲的是什么 这个研究案要讲的是 把国外的 这个农业的电子化资讯呢 给台湾的农委会看 看哪些部分是台湾的农业可以采用的 简单一句话讲清楚 国外哪些电子化的对农业有帮助的 台湾的农业可以采用的 那我们请问一下 他要研究的是不是国外的案例 可是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去想啊 这两天在炒出来最严重的是什么 炒的都不是你去 引用国外的部分 炒的都是你在台湾引用的部分啊 农委会的商业周刊的 米姐刚刚这样讲吗 是 其实这两天最大的争议都是 你在用台湾的部分 那我请问你 台湾自己都研究出来的 需要你去帮他整合回来干什么 你帮他捡回来做什么 那是台湾有的啊 然后所以我们再看一件事情 我们给各位看 这以前发生过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呢 这大同大学当年有个教授呢 姓蔡的教授 连续三年拿到政府的研究案 在国科会 他申请一个三年哦 总共一亿三千万的研究案 也是农委会吗 国科会 国科会的案子 结果这国科会的案子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各位看一下 国科会这个案子里面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说 这个案子里面呢 发生的事情是 他的第56页开始呢 有18行到第17页的部分呢 倒数第5行的内容 他是抄袭报纸内容 写得过不过清楚 第16页第18行到第17页第5行 是抄袭报纸内容 这个案子呢 导致他后来也被监察院给弹劾 那整个案子办完了之后呢 去追回了他过去的一些款项 但是还是有很多款项 是已经花掉了 所以你看连这样的案子哦 就算没有全部 只是部分的抄袭而已 他整个研究案 基本上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的 你在看一个案子的标准 跟问题的时候呢 你的判断的基准 其实是很明确的嘛 而且我再告诉各位啦 就国民党今天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 看张三这案子千万要小心啊 我刚刚所念的这个 1亿3000万这个案子 你知道当年是谁在追这个案子 是现在的台中市市长 卢秀燕追的这个案子 换言之 你们国民党当年在看这个案子 标准的时候 是认为说 第56页18行到第17页的 这个倒数第5行这个部分 都有了这个抄袭的内容 抄报纸的部分 这个案子就有瑕疵 所以其实可以拿出来被谈合的哦 是 所以就是说你当初的内容 你当初的这个问证标准是这样的话 那你现在看待张三这件事 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一个个讲一下 这里面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两天讲很久的商周的部分 各位商周的部分 你没有引述出处 然后这一段 我在看他的内容的时候 这一段我已经看到好几次 都谈到什么 这个民国91年台湾加入WTO之后呢 然后谈到台湾的小农没有竞争力 你看这个绿色的部分 跟这个是商周原文报导绿色的部分 都是同一个段落 然后你再看一模一样 包括连后面人家商周这里 下标题叫做绝境建商机 他这边也给你绝境建商机 复制贴上啊 所以复制贴上连标点符号都一样嘛 那我请问你 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台湾国内商业周刊的报导 这跟你的主旨在讲的 将国外农业电子化的资讯 给台湾的农委会跟农民参考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台湾自己的报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看 这个叫落农天地 这个是台湾农委会自己的资料 台湾落农天地农委会自己的资料 结果在张善政里面 你看张善政他们所完整的报告里面 这绿色的部分跟下面这一段 整个都是抄落农天地里面的资料 那我请问你 落农天地是台湾的农委会所属的这个刊物 然后他自己都整理资料出来了 那你再去引用他 请问对我们了解 国外的农业资讯电子化有什么意义 那个报告会变得很厚 看起来好像很巨大 很有料的感觉 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看这个 因为我简单算了一下 刚刚民运所列出来的 就光是到目前周刊所查出来的 这个张善政这一份研究计划 设抄袭的这个列表的部分 你知道我圈起来的 一二三四这四块 这四块都是抄哪里的呢 这四块都是抄来自于 农委会自己的期刊 或是报告或是网站上的资料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比重低不低 比重其实并不算低耶 那我再请问你一件事 你要谈的是要介绍 台湾国外的农业电子化资讯 那你怎么用那么多 台湾自己农委会网站的内容 所以你看这一段 他用的是农委会的期刊 农政与农情第192期 那这边这一段 他告诉你说 他这几段是用了农委会刊物 也是农政与农情第160期 到下面这一边 告诉你用的是农事所的资料 辅导有机农业 经营作物有机栽培应用技术文章 这些东西呢 他用的都是台湾自己农委会的资料 那所以我们再请教你一件事情 在这么多的使用到 台湾自己农委会的资料 那你怎么告诉我说这份报告 你的最主要是要提供大家国外的 这个农业电子化的资讯 这好几块是台湾自己政府 已经有研究 然后整理出来的 那你又去把它拿出来做个总会整 张善政这个研究计划会让人家认为说 你这个跟抄袭比起来 这比抄袭更严重的是 你这个是已经拿到纳税人的血汗钱了 而且另外一个 我请问 在做这一份研究计划的时候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的目的是为了这些国外的农业电子化资讯 台湾能不能用 台湾能不能参考 提供我们农委会做判断 对不对 那你看 这个也是来自于他们 这个这一份研究计划的内容 他用的是香港的网站 他谈到说 根据国际贸易结构的调查 还观察到有机市场如下的趋势 或可供香港借进 这一段话 因为这是来自香港的网站 来自香港绿田园基金会的网站资料 然后提到说 类似较多消费者 相信自己本国的有机市场 多于入口产品 好 这些香港的网站 来到张善正 这一份研究计划里面 只把香港两个字换成台湾 你把香港两个字直接换成台湾 香港跟台湾国情又不一样 你看 上下的字都不变 他就直接变成说 你看 根据国际贸易中心的调查 还观察到有机市场以下的趋势 或可供台湾参考 我请问观众朋友一件事情 你在做这份研究计划的时候 你已经完全判断过了 香港所列出来这些条件 它的条件跟台湾条件是一样的 所以你认为 香港可以当参考 台湾也可以当参考 它也可以合理拿来让台湾当借禁吗 当然不行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有判断过吗 直接翻过来照抄 照抄就把台湾跟香港两个字对改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思考过说 这个国情这个改法适不适合台湾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在讲说 张善政所带的团队 在这次研究计划里面 他值得争议的地点非常的多 而这一项一项争议的地点 其实就是我们在谈的 张善政你在这过程里面呢 大家对你的问题 已经不是单纯的说 论文抄袭的问题 张善政对 大家对他的问题 已经升华到了说 你所带领的团队 他这样子去拿公部门 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三年五千七百三十六万 如果是这样的内容的话 这对于许多在纳税人 辛辛苦苦搅的血汗钱来讲 大家你觉得值得吗 或是大家在检视的时候 你认为同样的标准 如果台湾的政府是用这种方式 在消耗工厂预算的话 你吞得下去吗 不然提 如果说张善政不出来的算计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原来这个五千七百万的报告 这么好赚 因为香港的资料改成台湾 明明国行不同 然后把很多商业周刊 把很多农委会的资料 拿来复制贴上就好 那也难怪网友直接讲 Ctrl C加Ctrl V 就是复制加贴上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梗图 不过事实上 除了刚刚两位来宾所说的 其实还有蛮多的 如果要仔细看 听说里面还有包括 很多国内的论文也被贴了 有没有著名处处不知道 另外说连中国的期刊也好 文句不顺 对了 因为中国的语义跟台湾语 还是不一样的 翻译英文网页也没有写来源 争议还真多 是 文章哥其实 昨天这个杂志 这些网路上的新闻 揭露了张善政在2007年 2008年 2009年 身为这个助计划的主持人 总共拿到五千七百多万 这个案子出来之后 其实第一时间 台湾的多数的民众感觉是 怎么钱这么多 就是因为这个金额 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相信无论是 有没有在学术界 拿不管是国科会 或各部会的专案计划的 这个案子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那后来呢 这个杂志一步一步的把他所有 抄袭的内容 刚刚我们不关名誉节 青凰哥都讲得很清楚了 不管说是抄国外的网站 把英文翻中文 还是国内农委员会本来自己的公开资讯拿来抄 还是抄国内的杂志 这个事情都已经谈在阳光下 但是我今天最生气的事情是 好张善政你当然可以去澄清 张善政你当然可以讲说你的报告对农委员会有贡献 这个社会自有公平 你讲的对或错 后面会一一的被检视或被打脸 但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情是 他现在想要借由这个案子 在今天早上张善政最新的讯息 po了一篇脸书 他打算把他自己跟洪基 百分之一百绑在一起这件事情 是我最不能忍受的 我甚至直接认为 他今天早上这篇签字文 其实是恐吓威胁 包含洪基在念 本土产业的恐吓性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这个案子是张善政他在当洪基的员工的时候 他身为计划主持人去拿来的案子 而现在他此时此刻还是洪基的董事 那这个案子对于洪基的商与有没有受损 这是洪基跟他的事情 可是他现在呢 就是赞助一个国人普遍对于洪基这间企业 是有好感的 所以他就怎么样 他就认为说媒体联合民进党 要斗垮台湾科技业 这个印象 当这个印象他行锁而成之后 我们接下去所有检视张善政 在这一个5000多万的专案里面 我们对他的问题 他们就会认为说 你要质疑洪基吗 我先跟大家讲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说 我们质疑张善政 他想要连到我们质疑洪基 如果你继续说张善政这个有问题 就等于代表你怀疑洪基这个概念 好 那我接下来要讲 就是说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洪基 他跟张善政之间的关系 我先讲洪基这个案子 我认为也是被害者 为什么会这样讲 张善政在洪基里面担任 这个案子的副总 加这个案子的总主持人的时候 你想象之后的流程 农委会一定会进行调查 农委调查之后 如果有违反当时 这个案子当中的规范 而目前包含清皇哥 刚才秀的一些资料 内部的规定 他是不能抄袭的 不能没有引述来源 而直接吐字贴上的 很有可能最后是要跟洪基做求偿 到这里嘛 农委会跟洪基做求偿 因为这笔钱是进洪基 可是他没有告诉你是后面 洪基家居会做什么事 我跟观众朋友讲 他会依照民法227条第一项规定 因为在公司里面的劳工 应该保持谨慎 注意的义务 如果犯错导致雇主损失 要对他提起赔偿责任 而张善政之间把这一块切掉 他把他自己跟洪基包一起 想利用国人对于洪基这些 说真的是台湾本土 非常知名的科技公司的信誉 让大家无法去质疑张善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严重的怀疑 张善政现在的职务 会影响洪基之后的内部调查 我要跟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的现在职务影响洪基的内部调查 为什么呢 好 我要讲 今天这件事情 农委会是不是之后 看他报告如果有问题 会去跟洪基包含求偿会干嘛 洪基内部领委调查嘛 当时你是计划主持人 你底下的同仁跟你的分工是怎么样 可是大家别忘了 张善政此时此刻现在 我们到洪基的官网去看 他现在还是洪基的董事 他是公司的董事 我想问这件事情 如果洪基内部 对于张善政有意见 他有没有办法 比方说他主则一个副总 或主则一个底下的干部 去调查这件事情 有没有办法公正客观 好像很难 因为他毕竟还是董事 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也是给洪基的经营阶层 一个建议 其实洪基可以依照公司法 由股东会决议 随时解认 就是你可以解认张善政的董事职务 因为张善政现在要跟洪基绑在一起 其实是要让公司深陷丑闻当中 而这个丑闻并不是洪基其他人造成的 是计划主持人张善政所造成的 我认为张善政 就算洪基没有叫你要离开 你也应该要先离开洪基的董事职务 那洪基现在起火难下 现在非常麻烦 因为现在这个案子 当时的对口 主持人是张善政 可是张善政已经离开了当时副总 跟这个主持人的职务 那目前洪基他跟政府的关系 跟洪基跟张善政关系 是卸下去要处理的问题 但是张善政我认为他很恶劣的地方是 他现在把这一切当成选举 认为民进党 认为质疑他的人是谁抹黑本土企业 这个我要再次澄清 我们大家对于洪基一样有好感 我们认为洪基一样是台湾非常知名的公司 但是内部有同仁 有这样子的问题 我认为这两次不能讲一起 我举个例子就好 今天有一支我们非常喜欢的职业棒球队 我们非常喜欢他 非常爱他 当中如果有一个球员打假球 我们可以说是这整支球队都有问题吗 不会 是那个打假球的人要负责 所以我认为张善政不要在模糊焦点 董好兄 我想请问 现在张善政把自己跟洪基绑在一起 其实也是为了要切割 让自己的选举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声势下滑 他其实把洪基拉进来就是移化揭幕 就拿洪基当挡箭牌 我觉得选举所有的候选人都应该被质疑 都应该被挑战 然后候选人要怎么样 好好的开个记者会 不要在麦克风前面讲两分钟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 因为5700多万这是一个专案计划 那专案这里要选的是 桃園市市长1000多亿的预算 所以你本来就应该要好好的 开个记者会说明 这个当年的计划是怎么样 整理资料没有问题 但是要加注引助 这是诚信的问题 这不是学术论文 所以你交给政府的报告也一样 基本的嘛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台湾农业有什么贡献我不知道 所以张参政应该要出来讲 或者你找前农委会主委 出来帮你讲也可以 就是找人出来讲 你的贡献是什么 就你花了快6000万 那选举本来就会有工房 可是我要讲一个事情 也是张参政在写报告时候的 因为他的主题 其实农委会一直在做什么 就是台湾农业资讯化跟电子化 你要抄杂志没有问题 可是拜托一件事情 你不要抄二手的 像香港那个案例 对 你要做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资料 一定要完整的前面一点 你有没有派人家去荷兰看一下 去日本看一下 去了几次 这些很重要 这是基本功 对 那我要讲一个故事 是台湾的 因为既然讲到电子化资讯化 7-11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很多朋友 你在7-11买过那个玉饭团 2008年以前 7-11为了那颗玉饭团 所以它控制什么 你的品质 这个时候观众朋友 你会想要什么 产地啊 对 产地这些米 是不是农药会不会太多 够不够好 品质稳不稳定 再过来 中间你要低温冷藏 对 还运送 因为你每天要做那么多玉饭团 所以米的储存 稻米的储存很重要 因为不是每天都可以收稻米的嘛 稻米有一定的成长期跟收割期嘛 进来之后我的量 我要进入到低温冷藏嘛 低温冷藏之后 再根据我每天的量 再到加工厂嘛 去做成我们吃的玉饭团嘛 那颗玉饭团你吃了才会觉得说 蛮安心的嘛 安心 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在2008年以前 如果张善政懂这个行业 如果张善政 我讲的时候 如果张善政你们做的研究是要帮 农业电子化资讯化 你们有没有去看过7-11 全家也在做 那个时候7-11 为了要克服中间很多困难 他跟他的中间共银商 就是米商 在彰化 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们那时候已经做 是开过记者会的 他带什么 他带台北的记者下去看 第一个 彰化 他们细做的农业 这个农户 平常从栽种 从种植 从玉秧 一路下来 他们怎么做的 那一段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那一段你今天翻成今天的话 就叫生产履历 农药 怎么用 用多少 健不健康 安不安全 收割了以后 你知道吗 跟7-11合作的那个米商 为了7-11的御饭团 专门带了一个 低温冷藏的 投资很多 我讲的这件事情 是2008年以前的事情 如果我今天是 宏基的团队 我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要跟农业专家 要跟台湾的农业专家 讲国外的例子 那你知不知道台湾 做到什么程度 你如果不知道台湾本身 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你在从 剪贴外国的例子 我不要讲说 你说剪贴骗钱 我会觉得你根本不懂 也不够用心 就你会不懂 你要先知道台湾本身 做到什么程度 那我要小农的部分怎么办 那我可以有办 因为农也会有农会 你们有没有去跟农会 各地农会实地上做接触 你作为一个 专案计划的主持人 你的脑筋里面当年 你知不知道这些 这只是农业一项 这里面还有渔业 还有花卉蔬果 其他的东西 你有没有很认真 你有没有能力做跨领域的事情 宏基有他的专业 可是你跨领域的时候 你这个报告怎么做的 结果我看到的是什么 你用剪贴的 你剪贴到台湾本身不是你的 你不能把别的东西剪贴出来 然后交给农会说 农会我们来办研讨会 那都不是你的东西 你根本没有消化吸收 你怎么可以有办法给政府提个报告 昨天遇到林庭辉 林庭辉举日本的一个例子 日本有个教授来台湾住了一个月 住在哪里 住在屏东 做什么呢 他接受日本 应该是农业部吧 一个委托要研究什么 台湾跟中国之间的石斑鱼的交易 日本这位老先生 他是个老教授 有年纪的 在台湾住了一个多月 从石斑鱼的养殖运送交易 各个过程当中 他花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去了解 他这样才开始写报告 我现在讲的是个态度 那你今天因为你要选举 你应该出来好好的开一个记者会 不是用两分钟三分钟 你应该是用两个小时 告诉大家 我被冤枉 我的报告给台湾农业 不要说天大的贡献 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上的改变 这个事情是可以解释的 如果你就这样当选了桃源市场 以后民进党如果要 在监督你的市政 你也要讲说民进党就是要抹黑我 对事情 请针对事情回答 至于没有一毛钱 你的团队争取到一个五千七百万的预算 你们都没有奖金吗 宏基又对你的员工那么苛刻吗 五千七百万的标案拿到 这连从占胜任到这十二个人 宏基居然小气到没有给你奖金吗 也可以不请张三正说明一下 杰明兄按照刚刚东豪哥所说的 他请他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但应该他也讲不出来吧 因为包括他是这种重贴 或者是去拿国外的论文等等 他应该本人也不太清楚 那个报告里面到底哪些资料 虽然他过来是主持人 但是东豪哥应该也知道 他不会出来讲 因为讲了还是会被骂了更惨 没错事实上我们应该这么说 当时宏基找他去做这份工作 其实是因为当时宏基要做 所谓大数据的研究 他们要在笼潭盖一个 就是一个所谓的资讯中心 那时候台湾并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那时候其实张三正正的工作 譬如說是從IBM或其他地方 尋求如何去建設資訊中心 那個確實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張聖誠竟然去接了一個 跟他完全在執行計畫不相干的事情 我們這麼講 其實宏基這個集團 我們先當然他是有青少宏基 這個部分是另外一個討論 但是我們要這麼說一句話 在宏基這集團裡面 他們其實有許多的project 那這個project有它的延伸性 那你再仔細看它的內容裡面 會發生到一件事情說 對這部分來說 宏基它真的能夠延續持續的發展嗎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先不討論 因為剛才已經討論到它的內容是 去抄什麼東西的 我們就談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他談到說 他在荷蘭的這個2001年到2012年 國家農業成長規劃發展策略研究 好 只光你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這是一個跨12年的一個計畫 到底荷蘭去做了些什麼事情 但是你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今天張先生是一個博士 他以前做過研究報告的話 他不可能就隨便 就把這個荷蘭的網站內容 就抄一下 你基本上你會去分析討論 這網站內容 所以敗筆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真的去討論說 到底荷蘭哪些精緻農業 可以轉移到台灣來的時候 你就必須分析 按照你的系統去做分析 這些內容到底哪些東西為台灣所用 可是看起來沒有 他是從這網頁做出來的 這件事你就不能去牽扯到洪基了 如果今天也是要洪基集團 來做處理的話 對不起他們一定會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最好的股票 就洪基資訊 他現在股價 今年代可以賺七塊錢 他做的東西就是做這種 所謂大數據分析 他們本身是有這樣的人才 而且能夠把這些資料 進入到電腦去做分析的 但是你直接從荷蘭政府裡面去抄資料 表示他根本是非常不在乎洪基這個品牌 在資訊整理這一塊 也就是說他違背了當時洪基要求他建立大數據 我們再提一件事情 他這有提到一件事叫做 這個食品安全鏈的牛脂個體管理 及追蹤分析 我一看到說張善正是土木工程畢業的 他以前所做的是在這個洪基裡面 做的是所謂大數據 然後你把這個牛脂個體管理局中分析 拿出來做你的project 我就很好奇 你怎麼會把這個部分拿進來 你當時是誰給你的建議 而且裡面最關鍵的事情是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去實際考察 台灣的牛脂的分布 因為我們知道進入WTO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要進入各國的牛肉 就會進來台灣市場來做這個競爭 那台灣的牛業 當然一定會遇到國外的競爭的時候 他一定要想辦法如何 在我們有限的環境裡面 把牛脂的生產能夠具有競爭力 就這麼簡單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你去做了一件事情 就直接從農宿所去裡面去抄資料 好 那你要從農宿所抄資料的時候 你如何去建立在洪基資訊裡面 所設立的系統呢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他破天忘了去拿了這個資料 但是他其實對農業的細項部分 農業沒那麼單純 其實他還包括了 就是我們說總體的農業規劃 還有畜牧養殖這些細節部分 我不是很了解 張善政去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要他現在去解釋嗎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叫張善政的開記者 他會問他牛脂個體問題 他應該不會講吧 牛脂 那好專業喔 他一定灑掉嘛 因為他可能說我吃過蒜牛肉 我去台南吃過熱牛肉 你今天真的 他真的沒有辦法站出來 因為你一件事一件事問他 我們再問一件事情 沒有錯 當時的時代裡面 沒有5G4G叫做WIMAX 那他說用WIMAX要去做 所謂的這個農業之研究 用無線網路去追這個農業的這個 所謂的研究 那這件事情 你會覺得很唐突 就是因為WIMAX這個事情 在洪基它並不是一個主要的生意 那你突然把WIMAX拿進來 那你放的這個研究人員 他到底是不是洪基裡面的 一些關鍵的人 或是瞭解你們洪基這個 我們說因為你今天 要找任何部門出來 一定洪基的自有的這個團隊 那你丟出一個議題 結果不是你洪基最專長的 那你就跑去抄經濟部 好 你去抄經濟部之後 那你洪基有提出什麼樣對應嗎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當然你張善政必須 要站出來 而且去一項一項討論 你這十一個子計畫 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但可能這樣真的是 談不出來了 所以他只好說一句話 說這個是跟本土企業有關 然後這個錢沒有進到的口袋裡 然後會有幫忙 一般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它其實有三大 三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會很清楚你的合約 告訴你什麼樣的一個案件 但是合約告訴你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明顯的事情是 合約一定有要求 你絕對不能侵害他的權利 好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當你合約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設立你的子計畫 你就必須跟農委會 做充分的討論 而討論回來的時候 你必須有相關的人力 來處理這個事情 很明顯的事情 他只想當計畫主持人 他只想去弄一個五千七百萬 表示我這個副總經理 我是有貢獻的 做業績 對 他有業績了 但是他並沒有找到 適當的人 把這個案件完成 所以才會有剽竊 所以也就是說 這裡現在為什麼 桃園這些 就是鄭運盆的團隊 質疑張三政的問題 他說如果今天 假設你一個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市長 你運到一千四百多億的 這個預算的時候 如果你並不清楚 你的部門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隨便造一個計畫 這錢就浪費掉了 錢浪費掉你可以回來嗎 我們說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必須找到適當的人 第三個關鍵 你就是現在討論的重點 因為我們知道 前面你所做的計畫裡面 蒐集資料 然後陳述你的內容 你說你有巡迴演講 可是我們知道 在研究計畫裡面 最重要的事情其實是結論 因為這結論就是告訴你 經過你這麼多研究 這11個此項目 然後你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然後將來你在電子發展如何 通常我們在看的是 最後那個結論 現在我們知道 竟然你前面寫那麼多頁的時候 你結論竟然只有六張 六張那有很具體嗎 對 現在這六張並沒有公布出來 我是覺得現在農委會 趕快公布那六張 因為檔案找不到那六張內容 那六張代表你到底有沒有貢獻 因為我們這麼講 其實當你在 因為我們可以預估 它前面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陳述國外的情況 那可能有對國內 有部分的資訊的一個收集 但是最後結果事情是 你必須要提出你整個model 你的這個架構 對 根據你過去經驗做架構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看內容的時候 前面那個的前沿啊 你知道你的研究方法 我知道 你的資訊收集 我們都很快的翻 其實在研究報告 最精彩的部分 是你結論部分 你每10億項裡面 可能衍生的結論 所以我們這樣 你六張紙 六張紙 十億個紙計畫 那你覺得 每張紙可以有幾個字 那不就一頁都不到 你能想像這件事情嗎 那這什麼結論 你能想像這件事情嗎 一千七百萬 六張紙一千七百萬 等於是很多時候 一千七百萬是一個概念 但重點的事情是 一千七百萬 你錢是一個概念 但是我們在寫論文 很在乎的事情 寫報告或者寫研究計畫 最在乎的事情是 你前面做這麼大的 一個邏輯的推測之後 很豐富的結論 你後面一定要針對 每個地方執行計畫 他可能有一些副項 這不像是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說YMAX無線網路 應用農業研究 你可能就設計 是個台灣地圖 台灣地圖 在每個地方所設計的 農產品的狀況 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如何透過 這個YMAX 了解每個季節 它的產業分佈的狀況 還有它產能的一個狀況 那如何達到 就是你在農業工業裡面 包括從種子到培育 到產品的回收到你庫存 到你怎麼去銷售 你就是一個專業的報告 其實我們的關鍵點就是 我非常好奇的事情是 張善任必須回答 前面的四千萬那個錢 我們就不跟你算 你去抄什麼東西 但是你後面這六張紙 怎麼可能會針對一個 高達五千七百萬的一個計畫 將近花了你兩年前面的前沿 一年實驗整理 怎麼會只有六張紙 而這六張紙裡面 到底帶來什麼樣的 我們在電子行業裡面 簡單一句話 就叫做方程式 就是你最後結果事情是 你如何能夠方程式去解釋 你每個計畫裡面 到底可以產生到 這個電子化裡面 怎麼去執行 再怎麼說我想明眼都知道 你不可能11個這麼大計畫 用六張紙就可以表達 你全台灣這麼多的 包括什麼牛隻 檢驗 還有什麼資訊 對於有機農業的重要性 還有什麼包括日本 只光你談一個日本的 這個農業的陷阱規劃法 弄到台灣來 恐怕就是可能就是六七頁 甚至七八頁 甚至一本 一本的一個學術論文 結果天啊 只有六張 六張做結論 所以我覺得張先生 一定要把這個事情算 因為現在考慮的問題 已經不是單純 你當時做了什麼 而是你面對到的未來事情 是桃園的預算 是你這五千七百萬的N多倍 如果按照你的方式 你就以後就是大家開會 寫了一堆東西 然後最後結論兩句話 就結束了 桃園現在進行的案子 有超過一千項 如果你一千項所用非人 或者你沒有計畫性去執行 甚至你結論沒有去追蹤 具體落實 對 所以我們最後最後睡覺 其實我們以前在中央有工作過 我們也是這樣 就是做實驗 然後也寫各自的報告 但是在做最後final的時候 指導教授 就是這個計畫主持人 他一定會跟我們開一個會議 把我們手上所有資料要總和 然後他再做結論 所以結論部分 計畫 你做過程 你說計畫主持人 坦白要我每天在做實驗室的時候 老闆也不會在我們在幹嘛 反正我們就routine做 然後把data bank交出來 但是你要做一個turn paper final paper的時候 對不起 這個主計畫主持人 他要非常清楚 知道我們做了什麼結果 也就是說前面你不知道沒關係 但後面的內容 你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而且這部分一定要 因為這是商業上的一個 抓這個計畫 一定要跟宏基集團有些關係 所以我是認為張山正可能要思考 這個問題的嚴肅性 這次的專案報告呢 除了很多疑點之外 還出現了這一個 這個就是剛才 包括傑明哥所說到這個評審委員 這個評審委員叫林真 他當時前幾天在出 這個被爆料的時候 他其實有曾經發文章 有力挺過張山正 他說這個計畫除了文獻 篩選整理之外 也在全台灣巡迴辦過研討會 他說我們當評審的絕對不會放水 當初啊 他去申請這個標案的時候呢 當時這個農委會的資訊處的主任 是誰 就是林真 當時當主任 對對然後呢 又被發現呢 他又是那個標案的評審委員 那這一次呢 確實在第一時間 當大家群情化然說 五千幾萬 我老天啊 我真的是不敢想像 這比兩個諾貝爾獎 還獎金還多啊 那諾貝爾獎都是不得了的發明 那結果他五千幾萬 居然這裡面 都是去抄人家外面的資料 你到底有沒有實行去調查 然後你複製貼上 那簡體字變成繁體字 然後英文變成中文 然後甚至於你引用 你也不寫出處 結果林真居然還跳出來幫他講話說 當初就只是要收集資料 來看呢各國電子化的農業的電子化發展 只要收集資料 然後呢來介紹 然後呢再給下面的研究單位 大家來討論參考 那當然還有輔導轉型等等的 然後說所以呢 林真的說法是說 你因此呢你引用翻譯 外國的精英文獻精華文獻 這個不算是抄襲 但是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 因為周刊不是已經說了嗎 他講出了而且是非常具體的記者說 好幾個地方連金套號都用上了 而且呢真的就是複製貼上 而且不著名出處 這個就是抄襲 這第一點 然後呢他發文之後 沒有多久就不見了 那當然今天張善政出來是說 因為呢有太多人潮水般的去反應了 所以他就把他沒有刪文 他就認真就是說只有親朋好友 他就應該力挺他到底啊 如果是真的話 對那大家就懷疑嘛 因為這到底會不會被 皮抵出什麼東西出來 因為第一個大家懷疑就是說 這個案子當初是採最有力標 你的審查標準是什麼 那為什麼是宏基 那剛剛傑銘就講 宏基大數據這些是很厲害 是電子業等等的發展 可是你去跟農業就好像感覺 不是宏基的本業是不是 跟你張善政學的也不太一樣嘛 也不一樣嘛 所以為什麼是宏基拿標 然後你當初審查標準是什麼 這第一點大家會懷疑的一點 然後後來呢大家就會發現說 哇不得了了喔 不只是他那時候 申請標案的時候 他是評審委員 林真女士 他同時也是當初的 資訊處的主任 然後呢 2011年 林真退休了 他說他退休到現在11年嘛 所以2011年退休 好 退休之後故事就開始了 你知道嗎 就在他退休的同年呢 我們呢台灣呢 一個民間組織成立的叫做 台灣這個農業跨領域發展協會 叫做AMOT 就林真退休的那一年就成立了 然後呢 2011年就馬政府執政時代 2012年張善政去開始擔任了這個 政務委員 然後變成科技部長 步步高升 2013年的時候呢 馬政府就大力推動什麼 食品安全食材的溯源 好了 這個AMOT呢 就非常的好運 我不曉得是不是跟林真 因為後來他擔任AMOT的這個 理事長 那你要知道他過去跟農委會 長期的淵源 結果呢 這個組織不得了 這個食材溯源計畫裡頭 他們就是要有一些認證 那當初呢 好像就是只給兩家 一家是這個林真 這一家就是這個 台灣農業跨領域發展協會 那另外一個是叫做 有肉 有肉這個 肉鋪子 這個組織 結果呢 可是那個好像不是在做 食材的認證的 也就是說 等於是 你如果要做食材認證的話 林真做理事長這個協會 變成是形同管 我說了就算 我認證就是有 所以我告訴你很厲害喔 他2015年到2020年 就這幾年 你知道跟政府 大概政府有撥了2000多萬 來做這個認證的 認證的 可是台北市餐廳 參加大概不到兩成 效益如何 這是因為 餐廳可能不太喜歡這個認證 因為一方面 就是說為什麼效果不是 不是這麼好 那你一手跟政府拿補助 另外一方面呢 你餐廳要參加這個認證 要繳錢耶 我還要還要給錢 對對對 對對對 還要繳錢的 所以你是不是相淘汰 好那這個時候就會讓人家懷疑了嘛 就說那是不是張善政 他這個當宏基副總的時候 申請這計劃的時候 你官方呢 給他最有力標 讓他們得標了 那張善政呢 邁入了政壇以後對不對 然後這個食安啊 塑裁方面 他後來當科技部長 他當行政院副院長 院長大力來這個推動 然後呢 你這邊呢 你這阿莫腾 林甄你當任這個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會不會是投桃暴離呢 那也許低調點比較好過 所以那大家現在有人懷疑說 那會不會一個公務員 這個心態就是說 因為也坦白講 就是說這個計劃本身是利益良善 可是也是確實是有必要的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一個導入一個農業的電子化轉型 你怎麼去抄各國的文件呢 那你的名稱還叫做什麼呢 產業農業電子化發展策略分析與規劃 我請問你 日本這樣幹 澳洲這樣幹 而且我一些資料 比如說他裡面有去抄中國的 他不是去抄中國農業發展 是中國研究別國的 人家寫成研究報告 你就去給人家抄 又再copy出來 等於是二手資料 然後只把簡體字改成繁體字 不對吧 你應該是不是要派員去 比如說去澳洲考察 去日本考察 去荷蘭考察 你要司法接近對象 結果不是 如果只是這樣Google翻一翻 五千多萬 你受得了嗎 Google翻一翻貼貼 其實小學生也會吧 是嗎 所以當然他們說 我們也是有很多下去輔導安排 可是你座談可以弄到五千多萬 那大家會懷疑啊 你到底這個錢怎麼用的 那就是說 會不會大家會追究說 第一 為什麼當初是宏記得標標準是什麼 第二得標之後 你的品質管控是什麼 難道就是說 就是這樣子大量的抄襲複製貼上 然後沒有實體考察 用二手資料 你可以嗎 然後第三點就是說呢 大家也會懷疑 就是說你是要做策略分析 就是剛剛傑敏一再強調的結論最重要 因為他必須是政府 你說你要給農業電子化轉型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你是要以什麼為主軸 要很明確 對然後你的模特兒是什麼 你要怎麼做對不對 然後你前瞻未來 你的策略要分析嘛 哪個策略是可行的 我這配方要怎麼做 你應該有規劃安排 而不是像大雜會 像佛跳牆這樣拼接嘛 那最後一點就是說 其實大家會問張善政的一點 當初林治堅論文案的時候 他說都很大聲 他說什麼 誠信最重要啊 是不是 你把誠信 當然當作是一個道德的制高點 一個候選人有沒有資格 對不對 來擔任這個職務 或者說去競選 可是你今天如果在這樣子的話 你有沒有對自己雙標呢 如果說林治堅那樣子 有些東西你沒有引用出處 就要抄襲 你自己的難道不是嗎 你可以輕輕一句話就是說 我還說自己百書一漏啊 這樣這句話來帶過嗎 那大家就很懷疑 那請問一下 所以才會有人問說 如果你是同樣的標準的話 那你自己要不要退選呢 那民眾會在想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一個研究計畫 你要6千萬 這是納稅人的錢而已 這裡有沒有法律這個問題 有這麼多久 6千萬 12人的團隊 你就弄這樣 二十六 我請問 讓你當同市長 那不就降到二十六 嚇死了 桃園一年的這個 他的這個憲庫 六都 預算有多少錢 六都耶 對不對 如果百億也把至少吧 一百億 一千四百億 上千億了 這樣我問你 那一千四百億我請問你 如果你一個六千萬的計畫 你可以用出這種品質 那一千四百億 你怎麼自理憲政 你怎麼預算分貝 你怎麼控制品質 對不對 你會不會到時候 也是大家這樣子 你的親信打個要和要和 那浪費公堂就算了 那這裡面有多少東西 那大家會擔心啊 可是今天張善政的問題是 從頭到尾就是剛剛講的嘛 你說你是在打擊本土企業 你把自己跟紅機這樣綁在一起 然後你這樣子是一種什麼 你為了要保全自己 你把所有的本土企業拖下水 然後用政治鬥爭 說打擊本土企業這樣子 來當自己的金鐘灶鐵布山嗎 你有沒有誠懇的面對 大家都在質疑 所以說在這一點方面 恐怕張善政 國民黨怎麼樣想 想不到回力標來的這麼大 而這個回力標會更強的原因是 他牽涉到公堂的運用的問題 東阿先生要補充 我補充一下關於林鎮他們那個 那個溯源計畫跟那個 農業跨領域協會 他其實是因為那時候 2011年那個受化機的事情以後 食安的問題產生的 那所以從然後呢 受化機之後 2013年之後就為了食安嘛 所以就投了2500多萬去做嘛 可是他實際上為什麼做不起來 林鎮退休其實就是公管 就是官轉民嘛 他其實要靠官方的力量去推動嘛 他們找了很多 連鎖業者啊 像Seven全家這種都找過啊 因為什麼 我們講食安 平常我們上班 如果你上班族 你最容易就是在林工廠商買東西吃嘛 所以如果林工廠商願意加入 你的食安問題 就不會像現在很 那個成績化很難看嘛 光台北市只有19%嘛 為什麼 因為農委會 其實到現在就沒有辦法克服 這也就是 我在講張善政他們到底 知不知道農業的問題出來哪裡 因為他有農業有科技有商業 農委會遇到的問題在哪裡 離開了農會以後 他完全沒辦法掌握 那你今天你要台北市的餐廳 參加溯源計畫還要繳錢 對 你不能保證 我餐廳業者還比你專業呢 有些業者啦 但大部分的餐廳根本沒辦法嘛 我只能相信我的供應商嘛 為什麼沒辦法保證 離開了農會系統以後 中間的供應商這一段他不敢保證 你又要跟他收錢 你又要推廣溯源 聽不懂 2500萬就砸進去就打水漂 我這不是在批評林真什麼 我就說為什麼錢花下去了 最後連個噗通都沒有 你看到林真他們去做這個溯源 跟張善政去講那個農業電子化 他們遇到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林真至少在農委會裡待很久 他知道他們大概哪裡無法克服 可是張善政 我是不知道張善政到底懂不懂 他那個農業商業到科技 你要把它整合起來給農業 給農委會一個建議案 這沒有那麼容易 然後你會不會謙虛一點 然後你這個6000萬的花掉了 到底你在做了什麼事情 請教原資議員 剛剛所有的來賓 其實針對這件事情 都提供了看法 您覺得呢 有沒有張善政被冤枉 這個是一個標案 不是張善政他以學者身份 去申請的一個計畫 然後錢全部進到口袋 並不是 我第一個要澄清 所謂得標廠商是鴻基 以前我們在市政府 我也做過標案 標案就是廠商來得標 廠商得標之後 他在他的標書上面 會有一個執行的一個 一個專案的一些執行者 比如說計畫組成是誰 Tim有哪些人 這是他是計畫 他是因為他是副總 所以掛名計畫組成 實際上本來他的主體就是鴻基 所以本來大家現在在罵這個標案 做得爛 就是在罵這個廠商爛 就像我們以前市政府委託 其他廠商得標 他做不好 你不會說你那個員工很爛 那個員工要出來負責 錢都進到那個員工口袋 不會 一定就是指那個廠商爛 所以今天本來大家都在罵鴻基 所以昨天 他當副總怎麼會沒有責任 沒有他的責任 可能鴻基可以去指責他 說為什麼你最後交出去的東西 有一些地方有疏漏 他怎麼會沒有責任 他的責任是對鴻基 就是說鴻基聘他做員工 他可能沒有把這個標案做好 大家認為做不好 他的責任只對鴻基 不對社會大眾 不對農委會 但是鴻基對社會大眾 因為鴻基才是得標廠商 所以他講說 大家不要污衊鴻基 其實是對的 好 這個是我順著大家邏輯再講 可是實際上鴻基就不認為他做 他的 他不認為他們做不好 實際上他五千多萬 是分三年 每一年我看他的那個報告項目都是 十幾項 二十幾項的報告 那也許說他在某幾項的報告裡面 剛剛有一個表格 某幾項的報告裡面 有一項報告裡面的幾頁 可能比如說引住網站 比如說我看到一個是荷蘭的農業電子化的報告 他去介紹荷蘭電子化 可能有幾頁他引述荷蘭的網頁 可是不代表說 他介紹整個荷蘭的電子化的時候 他都是抄荷蘭的網頁 他當然要介紹荷蘭的網頁 因為這個就是他的資料的一部分 他還包括他們去參訪的心得 包括他們自己說做的很多事情 全部濃縮在那個報告裡 現在大家就把他講成說 他全部都是抄的 我覺得這不盡公平 所以你覺得有點被冤枉嗎 在場有多少人看過他們的報告嗎 幾千頁有人看過嗎 而且品質好不好 不是大家說的算 因為這是農委會的標案 農委會最後在驗收的時候 他一定有專家學者去審那個報告 你有沒有看過 我也沒有看過 那但是這個 但因為這農委會的標案 那標案研究計畫最後一定會有專家學者去審 那你說專家學者都比大家弱嗎 大家都比專家學者厲害 專家學者讓他通過 讓他驗收都是有問題 可是你沒看過 可是現在要批評他人要看過嗎 什麼論文抄襲這種比對的 是2010年開始 像包括週刊 他可以很快的去直接去掃 然後就知道說 他出處於這個商周 這個包括農委會的這些論文 可是在2010年之前 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你說你現在就怪審閱委員 為什麼他不知道說 這個是抄什麼農政與農情 這個去抄商周 當時無法比對 沒有辦法比對 那等於說現在我們的比重很小 他幾千頁裡面 你們就抓到這幾條 他比重很小 如果週刊下禮拜再出來 新的東西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現在大概就按照現在計較的評論 因為週刊一定看過 他現在又沒有出來 我們現在只能按照他現在的東西評論 鏡週刊一定看過才有辦法去寫 你張認對這個事情的態度 是一個所謂的博士該有的態度嗎 因為其實你要讓我們 讓我們一槍斃命很容易 你就說你這11個計畫 你做什麼model 就這樣就好了 講明白就好了 不是啦 計畫主持人 我覺得剛剛原資長 我很不能接受一點說 這是宏基標的案子 所以好像跟張盛政無關 怎麼會沒關係 對 但他的利潤就這樣子嘛 要是怎麼樣就是宏基來對外說明 對不起喔 他是計畫主持人 什麼叫計畫主持人 我也沒有要求他對11個主題 因為底下一定有助理在寫 沒有錯 可是你是個主持人 你就要負最後的責任 你有寡法官的責任 更換他牽涉到5736萬的公堂 你這個是攸關台灣的農業電子化轉型的發展 然後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一推256 反正是農機同基階的案子 就這樣做切割 這非常不負責任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當初蔣瑋寧是教育部長 對不對 好 蔣瑋寧後來因為什麼 跟他共同發表論文的那個人 自己審查自己 後來那一篇論文被撤銷資格 也因為蔣瑋寧是共同掛名 所以蔣瑋寧因為論文醜聞 來辭去教育部長的位置 我請問你 大家是怪教育部 還是怪蔣瑋寧 你剛剛講那話的態度就是說 反正標給洪基的 就是洪基的問題 錯 張善政是計畫主持人 我再講一次 5700多萬 你不可以對品質這樣子毫無管控 所以你現在還要追究那12個人嗎 每個人拿出來編師嗎 還要再追究張善政上面的老闆嗎 我再講 張善政叫做計畫主持人 我告訴你 這個態度是最要不得的 本來就是廠商 我跟你講很簡單 本來就是廠商 我告訴你 照國民黨或照他們的態度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計畫很棒了 好棒棒喔 你看張善政叫做計畫主持人 現在出問題 不好意思 是洪基得標的人 你們在打擊本土產業 好的我都買 賣的都跟我無關 他叫做產業電子化發展策略分析與規劃 我要問的是說 請問一下 他真正給台灣農業電子化轉型 有沒有帶給我們一個適合台灣用的 可長可久可用的 你的策略分析是什麼 還是說我只把各國的我介紹完 我複製貼上對不對 我簡體字轉繁體字 我英文轉中文 我這樣甚至不引用出處 我這樣就算完畢 那這樣五千多萬 今天好嗎 我們看到陳時中 這個黃珊珊都來登記參選了 賢萬安是明天 民主我想請問 現在看來民進黨要收復臺北市的機會蠻高的 就以我們現在來看 因為你黃珊珊跟蔣萬安 畢竟大家還是覺得他們氣出籌門 都是藍軍系統 所以真的被氣保的話 我倒覺得蔣萬安那邊會希望黃珊珊 被氣保的機會比較大 以前是希望氣黃珊珊 現在變氣蔣萬安 現在變這樣 今天這個陳時中跟黃珊珊 就一前以後都去登記了 那蔣萬安好像每次 他是他明天嗎 對他明天 就我的了解 就說大家會很奇怪 每次只要陳時中跟黃珊珊 他們可能就是刻意要快同台 或是一前以後 蔣萬安就故意不來 為什麼 像上次好像捐血也都沒來什麼 為什麼他不要 這個我覺得蔣萬有點龜毛 他就是很不喜歡這種三個人同台 那好像這個美光燈焦點 就不是他自己身上 我覺得他對於這種應對 他個人是比較龜毛 美光燈焦點不會少了他吧 就是變成你要殺喀都這樣子 我會覺得說他對於那樣子的應對 他似乎還沒有適應好 那再來就我的了解是說 因為好像明天國民黨的一些 比較大咖級的 像侯友宜盧秀燕 應該都是選在明天 所以他是不是想要 一起搭這個盧秀燕侯友宜的 這種列車 一起登記 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我的了解 就是說蔣萬安 黃呂錦如 竟然叫所有的議員 明天都不要去陪蔣萬安 什麼意思 就變成蔣萬自己 他蔣萬明天自己 有帶一些青年軍 青年人去 去登記 議員都不要去 黃呂錦如竟然叫議員 都不要去 他在扯蔣萬安後腿吧 也不是欸 他就是 我不知道 國民黨的操作還蠻 還蠻妙的 他們說這一招 其實在馬英九 好龍斌時代有 有玩過一次 就是說 蔣萬安 他就是帶一群青年人 代表說他有 你們議員都不要來 我是最大的母雞 可是這非常奇怪 你講對了 蔣萬安是最大的母雞 他應該帶小雞 大家今天你看 這樣今天陳時中去 26個議員陪陳時中 沒錯啊 每個人都在那邊 想要跟這個陳時中 一起合體 大家互相創造聲勢不是嗎 所以我不知道國民黨 這一招到底在幹什麼 明天就放蔣萬安 這個帶年輕人去登 年輕人一個部隊去擁他 但是叫議員都不要 他們說要到抽籤的時候 再合體 這個我是覺得 他的策略我真的看不懂 所以台北市國民黨不打算 母雞帶小雞不打算了 有啦 應該是擺在抽籤 可是明天這麼重要的場合 就是你蔣萬安藍軍 整個大肇事的集結 就國民黨這次的操作 我真的真心覺得讓人看不懂 那再來講到這個民調部分 我認為就是說 放言昨天做這個民調 是比較貼近現實 剛剛我講那個T台的民調 感覺是跟現實落差很大 那放言這個民調 他主要是做陳時中26.3 可是事實上跟蔣萬安年的非常緊 25.8 那黃山山是24 這是正式的三足鼎立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重要的指標 在於看好度 看好度的部分 陳時中是32.6 遠超於蔣萬安的36.8 那黃山34% 看好度的意思就是說 民眾你覺得誰會當選 台北市長的機率比較大 那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為什麼陳時中的看好度 那你看前幾天 陳時中跟四大團體 這個聯合後援會幫他造勢 那四大獅子會 青商會 同濟會 跟福倫社 這個是其實不只是台北市 對台灣來講 你講到獅子會青商會 這種的 是企業界的精英 企業界精英 是成立後援會幫陳時中造勢 企業界說穿了 他其實就是商人 商人其實他們是最會看風向 而且他們的鼻子很靈敏 他們知道說 誰的這個當選機率比較大 那坦白講 如果他們今天覺得蔣萬安的 這個氣勢 或是說當選機率比較大 他應該第一個去先幫蔣萬安 成立後援會啊 可是這四大團體 竟然選擇陳時中 先幫他做了一個造勢的這個後援會 然後就我瞭解說 陳時中去那個後援會 哇那個氣勢 整個氣勢很蠻強的 那你就代表說整個企業界他們已經聞到這樣的風向了 再加上說 蔣萬安前幾天有個新聞 他自己也證實 還貼到自己的連連結上 這瘋傳媒幫他寫了一篇 就是說蔣萬安現在的募款啊很糟啊 就募款狀況不好 沒有錢怎麼選舉欸 你不覺得就連結到 我剛剛講的四大團體嗎 企業主他們的風向是非常零的 企業主也沒有抖內給你 所以你募款募得很差 坦白講今天一個政治人物其實很旺 如果他覺得你可以當選台北市長 他是不是錢馬上就捐給你對不對 那整個就是說你會當選啊 我就先捐錢 那我希望說你當選之後 是不是可以多照顧我一點 或是怎麼樣 企業界其實都會這樣 那你看喔 蔣萬安說他自己的募款狀況差 代表說企業 對企業的募款狀況是不好的 相較於陳時中 四大團體先幫他成立後援會 所以你都知道這個看好度 在這樣子的一個此消彼檔當中 我覺得這個例子是非常的明顯 那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還有他這個深入的分析裡面 有講到說 蔣萬安在這個大安文山 或者是說他在他的這個內湖南港 都被黃珊珊給超車 內湖南港不用講了 因為是黃珊珊的本命區 港湖議員 但是大安文山這麼藍的地方 黃珊珊都還可以攻破 那蔣萬安反而還落居地 就是蔣萬安25.3 對這兩區都是黃珊珊因蔣萬安 對 港湖不用講嘛 因為黃珊珊反而顧得很緊 大安文山反而黃珊珊 蔣萬安落後 這個是非常不應該的 你知道今天有一個大安區的里長 有個翁姓的里長 他本來是說他被開除 後來就我了解了 他其實自己主動退黨 他那一天就是有去參加黃珊珊的這個 他要參選的這個記者會 國民黨特地派人去盯場 就我了解說 說你不想去 他去盯場看看有誰哪個里長 一開始不是先發簡訊嗎 告訴國民黨的里長 都不要參加黃珊珊的這個要出席的造勢記者會 後來是真的就是開始開除黨籍 這個翁姓里長 他應該本來要被開除 他就自己先退黨 所以我認為說 國民黨現在整個態勢緊張了 蔣萬安也蠻緊張的 包括現在港湖的看板 自己個人單獨的看板 掛得滿天飛 這非常奇怪 因為通常這種看板都是議員在掛 議員跟市長 待會問原子也知道 就是都是議員跟市長掛 你很少市長自己會掛自己的看板 結果蔣萬安現在在港湖的這種個人看板 是掛得滿天飛 你就知道蔣萬安 對於這樣子 鎮藍的選區 被黃珊珊攻陷 他是非常的焦慮 冠田 我剛剛明玉姐有一個問題 我還是想不透 這黃綠進主 為什麼要求台北市的議員 都不要跟蔣萬安一起出席 他明天的登記參選的記者會 為什麼 這是非常匪夷所思 一般來講 所有的主要政黨的縣市首長的參選人 在這幾天到各地的選委會去登記的時候 都是希望小雞們促勇 無論是民進黨國民黨 我看大部分都是如此 因為對於我們這種要選議員的小雞們 跟市長一起去登記 一方面有媒體曝光 前面鏡頭十五台十六台那個攝影機 然後第二方面呢 是也成為這種團結的氣勢 像我們昨天陪林家長去登記 是前面是立委一排 然後我們後面幾乎全員到齊 裡面其實人也很多 除了確診的以外 有人確診就請助理代表 那會遭出一種團結的氣勢 那我的研判啊 黃麗菌如會請蔣萬安 他去登記就好 不要請議員們去 我認為這我研判 我沒有證據 很有可能是因為已經有議員 打定主意不去 因為老實講 媒體會在現場點人頭啦 就是有一些比較猶疑的 甚至跟黃珊珊 可能比較眉來眼去的 可能就會被做文章 那如果說他們直接先講說 我們都不請議員不要來 就可以免除這種狀況 因為很多都倒戈黃珊珊 該叫你們通通不要來 對這是有可能 那這個事情其實也發生在民調上面 剛剛小玉姐有提到 就是放眼這兩年做的民調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放眼這份民調 我認為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是因為它是一半做室內電話 一半做手機 那我們有在做民調都知道 其實這成本會貴好幾倍 台北市特別又很需要 做手機的民調 因為台北市現在新的大樓裡面 或者是年輕人的住家 其實現在已經都不太裝室內電話 所以每次這樣問下去之後 他再加權 他的誤差會變大 所以他這一份 我認為他市長支持的人選 有些參考價值 那我稍微講幾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說 目前陳時中 他確實在前面一開始的策略 我認為他已經達到 就是說他把綠的鞏固住 所以現在本來支持民進黨的支持者當中 回到阿中這邊已經近八成 所以基本上現在 以各個主要政黨中 本來支持民進黨的投阿中的比例 現在比起本來支持民眾黨 支持黃珊珊 跟本來支持國民黨 支持蔣萬安的凝聚率最高 但是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也我們看 其實各區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說現階段 我們在幾個蔣萬安 應該要贏的選區沒有贏 我認為這是現在蔣萬安 他面臨到最大的一個問題 剛剛小玉姐有提到 我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大安文山區 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因為大安文山區過去被長久 是稱為說是國民黨超強 就十幾席議員裡面國民黨不要講過半 都是六成七成以上 連議員的席次都是國民黨一面倒的 那居然會在大安文山區 第一名變成是黃珊珊拿走第一名 這個是我認為值得觀察 那第二個我要提的是松山信義 松山信義區 我們本來認為說 如果大安文山講那個黃珊珊強 松山信義照理講應該黃珊珊也應該要很強還對 沒想到松山信義區 絕對不是一個綠的區 居然陳時中是第一名 我認為在松山信義區這附近 可能有跟柯文哲在過去幾年 處理幾個大的案子都在這一區有關 而且處理不好 像大巨蛋 那這些會連帶的影響黃珊珊 他應該要好 可是不好 不僅輸 黃珊珊在松山信義不僅輸陳時中 還輸蔣萬安 他等於在松山信義 他是三個主要候選人中的最後一名 那內湖南港區大家都說 剩黃珊珊的本命區 那他在這裡他確實在民調最反映出來 他在這一區就最強 那其中講話 那唯一贏的一區是中正萬華區 其他區他也都是不是第一名 那我們再進一步去看這個民調的細部 我覺得更有趣 就是大家在討論棄保 最後棄誰保 誰會產生什麼結果 我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他有一個題目叫做 第二支持誰 就是說你支持陳時中 你問問他 如果不能支持陳時中 你要支持誰 那在陳時中的狀態底下 高達四成的人不知道要投誰 就簡單來講就是說 陳時中最不可能被棄 本來沒有人抬頭 非投神中不可 他就是第二人選 有四成的選不出來 那其中有四成跑到黃珊珊 那兩成跑到蔣萬安 好我現在要提的重點來了 當棄掉蔣萬安 跟棄掉黃珊珊 兩邊的差別是什麼 這最近兩派人都有了 有人說這樣子繼續下去 有人會為了陳時中 不要讓他當選 有人會說棄黃珊珊 有人會說棄蔣萬安 那你看到滿有趣的點是 這個民調看不出最後會棄誰 可是我先講 如果兩邊分別會棄 導致結果是什麼 現在是這樣 如果蔣萬安被棄掉之後 其實他有高達快七成的人 會跑去黃珊珊 所以蔣萬安的支持者 還蠻可以支持黃珊珊的 都來自於藍軍 可是反之不是毅然 反之就不一樣了 你看如果黃珊珊今天被棄掉 居然會願意支持蔣萬安的人 剩五成 六成七就大概快七成 五成三大概五成 差到快兩成 就是含淚不投票 所以也不一定 有一些跑到陳時中 比方說他有兩成跑到陳時中 那當然會表他也會比較多 可是這個狀況就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現在兩邊看不出誰會棄誰 但是蔣萬安的支持者支持黃珊珊 如果不能投蔣萬安 他支持黃珊珊的比例 比黃珊珊支持者不能投黃珊珊 支持蔣萬安的比例來的高 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也會影響到最後棄誰保誰 不過這不代表最後誰會棄 我認為還是要看接下去的民調的一個變化 那目前對黃珊珊比較劣勢的地方是 各個主要的民調 不管是這次放眼還是過去踢台 還是其他友台的 黃珊珊現在看好度都比較低 那看好度比較低的 他最後要操作說 棄掉蔣萬安來保我 這是他要面對的課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柯文哲的因素 因為現階段我們從各式民調看出來 已經有非常多的候選人 不支持黃珊珊的原因 是因為非常討厭柯文哲 那他這個包袱怎麼把他甩掉 也是黃珊珊的課題